So 現在在網路上 居然出現了四個字 廣州暴鬥 我想有這麼嚴重嗎 剛剛看了畫面 我嚇壞了 以前有沒有衝突 有衝突 就兩面對對罵嘛 要不然就是我整個小區裡面 大家在那邊鬼哭狼嚎 這不是 我直接就跟執法者對幹 直接衝破柵欄 直接把警車給翻了 抱歉 這果然是廣東人啊 你看廣東就是這個氣魄 你看他們怎樣 過去我們看到這個大百來封控 警方來封控的時候 沒有人會這個樣子 直接把你封控的這個柵欄把你推倒 然後雙方還這個你看 一個一個推 一整排都把你推倒 而且他們是非常有機率的 一直跟警方進行一個對抗 那要抗議到什麼 他們警方目前為止 已經出動非常多人去跟你鎮壓 所以你看 去鎮壓了 他們還去推這個警車 所以為什麼你 連警車都給你推倒 所以為什麼你剛才說 廣州暴動 欸 保洁 這四個字出來之後 大家都完全非常害怕 為什麼非常害怕 保洁你知道 國民黨起義的時候 廣州也是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共產黨起義的時候 廣州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們因為老廣就是這樣 老廣的個性天高皇帝遠 他們敢反派中央 雖然他們這一次就真的這樣 冒出來跟你直接對抗 他們開第一槍了 沒錯好 那你看只有廣州嗎 不是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也重慶 重慶過去也是一個 跟中央都是非常聯繫 非常淺的地方 他們現在也是一樣 重慶目前這個地方 來開始說 你們瘋啊瘋啊 他們完全都已經在抗議 這晚上他們就開始在那邊抗議 他就說什麼 欸 你越出也瘋 越底也瘋 他們完全受不了了 他們就說欸 為什麼現在重慶很嚴重 重慶目前的疫情 全國大概有十分之一的高危險地區 全部都在重慶發生 所以那事實上現在 重慶跟廣州 廣東這兩個地方 變成是中國現在疫情的 最嚴重的兩個地方 而且你看到 現在廣東很多在微博上 很多的留言 你沒有想到他們現在這麼激烈 我完全不想留在廣州 我很崩潰 我很想自殺 一上班就24小時核酸 一次5塊10塊不等 你不做核酸 你就要被逼到 你完全沒有辦法工作去 然後呢 他說是湖北老 在控制整個海豬區 然後呢 你開始 這些豬客 又開始跟你打電話 又開始鬧你 他說我根本過不下去了 而且目前廣州 還有包括說重慶這個地方 真的非常的亂 那非常亂的時候 偏偏他們的省委書記 他們現在又更加極端 為什麼更加極端 你看廣東省委書記 他才剛去而已 黃昆明 黃昆明是誰 以前中宣部的部長啊 他是能夠執行習近平的意志 也是之江新軍 所以他現在馬上就跟你說 我們還要繼續的 這個把這個所謂 這個防疫的這個監控站 當成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工作來抓 那另外一個 陳明河他在重慶啊 重慶也是一樣 他們兩個反而是最堅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到李強做了 堅決的時候可以升官 我們兩個還年輕 我們還有極端往上升官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是 卯足全力 全力在做封控的這個工作 而且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他們居然在Twitter上 有廣州市民在晚上的時候 居然高唱海闊天空 海闊天空不是香港 在鬧事的時候唱的嗎 所以我就可以說 這是老廣 老廣就是知道怎麼刺激你 海闊天空是之前的 香港在抗爭的時候的 他們的主題曲 他們現在也開始唱了 人家說難道你們是要怎麼樣嗎 你們難道是要跟黨中央 還是跟廣州省委書記互相互槓嗎 好那你看這幾個畫面 你看這也是一樣 這很多小區裡面來說話 除了原本的廣州 住在廣州當地的人士之外 因為他們這邊很多外來人口 外來人口被封了他們也很不爽 我們沒這樣去啊 所以他們現在整個外來人口 還有包括當地民眾 完全串聯起來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 他就直接 這個大白還在旁邊 他就直接把這個所謂封 這個柵欄 完全把你拆掉的一個狀況 你看這果然是老廣的這個氣氛 他就直接這樣子把你串掉 嘛 就